A few moments later 這個禮拜二啊 上午啊 我從家裡出門 九點多先到銀行辦事情 然後十點多離開 這個時候就已經被偷拍了 那我不知道拍了這個人的目的是什麼 那十點半離開之後啊 我就回家了 回家之後呢 我大概快一點 才又從桃園啊 到台北市來 那到台北市來 當然這個影片中啊 這個車輛啊 如果有這個違規的行為 收到罰單我就繳罰單 那但是呢 這個蠻特別的事啊 蠻詭異的事 我去銀行辦事情 出來為什麼要拍我 那 自從我被中國啊 這一個 制裁 到這一個被說啊 這個我監控的一名 到現在被啊 這個應該是 將近一整天的跟拍 到這個 這個 許小新來公布這些 監控我的影片啊 那我是覺得這絕對不會是巧合 所以啊 我已經跟警方報案啊 那要找出 是什麼特定的人士 接受誰的委託 然後呢 這個 對我進行這樣一個監控的行為 那 否則啊 我接下來每一天的移動啊 這個對我來說 都是充滿恐懼的 這沒有什麼換車不換車的問題嘛 這一點都不重要 那執行長在節目上分析這個手機資料 真的是來自釋放通訊嗎 這個相關的內容 因為檢察官已經 傳我嘛 那我也跟檢察官做了相關的說明 所以關於相關的這些案情啊 我就不再對外說明 謝謝 你不願意提供資料 你說有資料但是不願意提供 這個 我在裡面 就關於這一個案情 因為檢察官已經有案子了 也傳我去 做過這個相關的說明 所以我就不對外 再談這個案情 因為黃國昌好像有談說 就是那個釋放董事長 我不認識 四方董事長我不認識 所以我現在有那個政治 不是我不認識啦 我談案情的話 那那天是不是有這場會議 不是啊 我就不談這個案情了嘛 就是這一個 因為檢察官已經找我去問過了 那我已經跟檢察官報告 我所談的內容 所以這一個部分我就不再說明 謝謝 因為我還要再 我要再錄影 沒有 因為我四點半要錄影 我已經來不及了 謝謝 謝謝 蛤 對這是來自民眾的檢舉喔 那其實王一傳並不是第一次這個闖紅燈 那他有一台白色的BMW 大家都知道的車子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就有被爆料過說他闖紅燈 當時他還說他以後會小心會遵守交通規則 但這次又被民眾檢舉 是他在前往北檢的路上呢 兩度闖紅燈 其中一次還是闖紅燈 違規還左轉 所以呢這個路上顯像還身喔 那我想 不曉得他去北檢是為什麼這麼急 是不是他心裡有點擔心喔 他的這個監控的事件喔 北檢會不會查出更多的這個弊端等等的 所以呢這心裡一緊張喔 就一路從要往北檢的路上 闖了兩次紅燈還闖紅燈左轉 那這是非常不好的行為 也希望他下次可以改進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 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熱銷款 Live 活力 放送款 百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天就送白 最高回饋10%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